美联储或将于12月开启今年的第四次加息,在美元或将次进攻下,全球一些被过度炒作的城市房价可能面临快速下坠风险。 这在当前,美元意外凶猛并持续高位排环因油价下跌,美元在本周应路的一个月来最大这度涨幅的背景下,这种担忧和风险正越过大夕阳蔓延到美洲,甚至是澳洲,澳元正受到美元走强后的打击,使得澳元一度成为当前市场震荡下的最差货币之一。 穆迪在数周前警告,澳元贬值将一致投资者对澳元资产的需求,还可能引发外部脆弱性风险,因为该国经济和兼容系统高度依赖外部融资。 与此同时,一些迹象日是澳大利亚经济,由富洛熊或江南于避免,情况会有多糟? 据IMF数据,澳经济已获27年多连续增长,但令人不解的是,一些经济专家和机构们却对该国的经济表示出了莫大的担忧。 对此美银美铃的经济学家也指出,今年来澳大利亚连年增长依靠的完全是惯性,主要得益于楼市经济的增长,但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。 汇丰和瑞士现代的研究分析师,在日前警告称,2019年那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大幅放缓。 同时,瑞银UBS也在本周41月22日警告,澳大利亚的房价在经济衰退期间可能下跌30%,瑞银分析师Jonathan Nutt汇总了五种不同情景,以预测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走向的方向。 最糟糕的情况包括27年来的第一次经济衰退,房价暴跌30%以及针对抵押贷款不当销售的银行广泛诉讼。 瑞银警告称,该国楼市快速恶化,是未来经济进入艰难时期的信号。 过去半年,房大紧缩正在扩大,而且房价下跌,可能对消费者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。 这种恶化情况并非一年半暂就能改善,可能会持续数年。 Manpower集团澳洲总经理Richard Fisher表示,这一现状的也越来越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瓶颈, 并加剧了该国经济结构的不均衡和贼弱性,且随着借贷政策的收紧,包括中国马加在内的全球欧视投资者的借贷能力受到限制。 正如下图数据所示,澳大利亚房价指数自2011年以来,首次连续第二年下跌。 对此,澳大利亚知名经济学家克里斯·李查森日前警告说,澳大利亚各大城市都出现了房地产泡沫,令澳大利亚经济极度脆弱。 可以预见的是房地产泡沫破裂,将沉重打击澳大利亚经济。 其中,以往房价带头大涨了悉尼和墨尔本,现在的房价下滑幅度已领先全国。 要知道,悉尼和墨尔本的房地产,占到了该国房地产总产值的三分之二以上。 据国际地产研究机构Corelogic的最新楼价指数显示,悉尼十月房价较去年同期跌7.4%,是1990年2月以来最大年跌幅。 墨尔本的跌价幅度也达4.7%。 不过,另一面,虽然房价出现下跌,但目前澳大利亚对被外国买家炒高的房价,还是感到无比头痛。 路透社曾通过一项调查发现,超过60%的居民认为,海外炒房客造成了当地房价飞涨,因为高房价致使当地民众买不起房, 更让一些收入相对不错的中产阶级也租不起房。 甚至去澳城市未来研究中心研究发现,去年墨尔本和悉尼两座城市的空置律教务年前开始调查,时上升了19%和15%。 在此背景下,澳大利亚正在给包括中国买家在内的炒房者,正是上了一刻,在楼市下行的背景下,更是开始征收更多的税收来打击海外买家。 因为,这些海外置业的人中,只有少数是用作流选买房或自助用途的,大部分为投资甚至是投机新购房。 这些人往往把这些城市的房产当作了金融品,而非真正的房屋,目的正是希望房价短期内升值。 换句话说,此前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买家,在这些城市投资的房产,将面临接盘的风险过将变高。 BWC中文往长期跟踪全球楼市,近日提及,不仅在澳大利亚的悉尼、墨尔本,比如像加拿大的温哥华和多伦多,美国的西雅图,新西兰的阿克兰,德国的慕尼黑,瑞典的斯德哥尔摩,印尼的雅加达,泰国的清迈,越南的胡志明市这时城市的楼市炒房,客户也面临同样的境遇。 玩BWC中文作品,本文不得以任何形式筛编,或转换视频,音频等,为者必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